文快摘破日本炸弹之后,350万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陆续从中国、朝鲜、中国台湾、太平洋地区和苏联的西伯利亚归国。 图,一个幸运的日本老兵与佳人见面这些西日耀武扬威的大日本帝国皇军,战外归国十一山蓝旅,拖着简单的行李和战友的骨灰和,他们沿途见到的,是炸的千疮百孔的国土和趾高夕阳的占领军。 图,复原归国的日本兵更惨的是,这些复原老兵遭到了日本国民的普遍歧视,说到底,他们是失败者。 很多士兵沮丧的发现,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群体,而且被认定为在异国参与了屠杀强奸等坏事。 图,复原归国的日本兵1946年6月9日的朝日新闻上,开灯了一封老兵的匿名信,5月20日,我从南邦地区复原回到日本,我的家伤毁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失踪了。 木价太高,我仅有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光了,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 没有人肯对我说句好话,人们甚至向我投来敌似的木荒。 图,擦皮鞋的日本复原兵,这个老兵不是个例。 一些海外归来的日本兵回乡后发现,他们早就被宣布阵亡,葬礼已经举行过,墓碑也立起来了。 甚至,房子已经烧毁,妻子已经改嫁,家园不知去向。 按照当时讽刺的说法,他们成了活着的英令、图、归乡的日本兵东京的上野公园等公众场所,挤满了无家可归的退伍兵。 他们成了被抛弃的群体,没有工作,没有食物,没有希望。 图,日本战后的无家可归者残疾退伍军员受到了双碑的歧视,失去谋杀技能的他们,不知道如何生存。 许多残疾军员在公共场合求起,公然展示他们的残疾,建议表达自己的散心和不满。 图,两个残疾士兵在沿街乞讨图,失去首长的老兵, 跪地乞讨一个伤兵,写给报社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生存被损害,伤病的老兵们被遗忘了。 信的结尾说,我的同伴都绝望自杀了,我自己五分钟后也要上吊了。 图,一个老兵带着狗,在乞讨日本在二战期间,战死了二百多万士兵,留下了大笔战争孤儿和寡妇。 图,简烟头抽的战争孤儿,据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统计写是,日本战争孤儿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合计为十二万。 这些孩子窝居在火车站、桥笔,以及飞汽的建筑中,他们擦皮鞋,卖报纸,偷钱包,捡烟头,非法贩卖粮食配给券,还有乞讨,罚垃圾桶。 图,罚垃圾桶的战争孤儿战争为亡人的命运也很悲惨。 图,占领军当局取消了阵亡士兵的抚恤金,昔日冬光的军神匾额换不来一顿米饭。 一位农村妇女写信给报社说,粮食配记停发了,她每天辛苦工作到半夜,只能挣到两日元,而买次攻进土灯,就要三十五日元。 她质疑道,她的丈夫是为天皇打仗而失踪的,为什么世界对她和三个孩子如此冷酷? 图,一个幸运老兵与妾子很多富裕老兵,穿索于黑市做小买卖为生,还有些士兵着性破罐子破摔,开始大规模的抢律。 当时,很多士兵空抢去用物资,哪怕是舍风特工队的幸存者也不例外。 一个飞行员将飞机装满军需律用品,飞到家乡附近的一个飞机场,把东西装身于回家,然后再返回将飞机引爆。 图,黑市里做小买卖的富裕老兵这期间,还出了一个连环杀人魔小平英雄,他是一个富裕回家的清华日文兵,战败后的一年了,他用廉价食物做伙子,又舔年轻女性到野外,强奸了几十个女性,杀了其中的七个。 震惊了日本社会。 图,小平一雄,战后连环杀戮第一人战兵的失败,军队领导人的无能,加上复原士兵的违法乱纪,使得公众越发烟雾军人群体,产生不满,厌恶和仇恨。 图,一个甲质商兵,在街头卖一个资源平均确好战的岛国,从野心勃勃自处侵略,要建立打东洋秩序的自大,傲慢,野蛮和疯狂,到狂想破灭后的失望,悲惨,迷茫和怨恨。 昔日的陆海空间皇的勇士们,轮来沿街乞讨的被歧视群体,这叫做自作自售。 参考资料,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分别忘记,一个门型 底练特仰值十温度,在当时晋起来,并且出与尾寺和资源平均,最标准的魁定。 逐游泳 消毒